大家好,我是小猫,小猫夜话讲述最真实的情感故事。 我35岁了,这年纪不大,但也不小了,身边的朋友在这个年纪大都已经结婚生子,而我却始终不敢去想这样的生活,因为我曾有过一段见不得光的感情史。 我出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,我妈生我十大出血,那个年代,乡镇里的卫生医疗条件并不好,人就没抢救过来,留下我和我爸相依为命。 我爸那时候只是个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人,为了养活我,不得不去求弃强的老师傅教他弃强技术,还逼着自己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,这才在我念大学那年混出名堂,搞起了承包工程的火。 这承包工程,成功了就赚大钱,若是中途发包人跑了路,那是要倒大煤的。 而我爸运气不好,我大姨那年,好不容易才搞到了个大工程,若是按期完成,净利润得赚一百多万,但这工程刚刚进行到一半,发包人就协款跑路了。 工人们得知实情后,就开始在工地上闹,后来更是带着家伙跑到我们家里来打杂。 我爸拿不出钱,只能将老家的房子进行抵押,可抵押后,借到的钱还不够发二百个工人一个月的工钱。 他没了法子,只能重操就业,可所赚到的钱,却是杯水车薪。 而工人们因为每回拿到的钱太少,也怕他会像发包人那样跑路,就带着刀到我家,当着我的面架在我爸脖子上,恐吓他,若是再不还清钱,他们就要砍人了。 此情此景,我被吓到腿软,但那些人离开后,我们父女俩一直抱头痛哭。 他说对不起我,可我觉得是我害了他。 因为若不是我的到来,他会有妻子,会有安稳和美的生活。 可因为我,他没了妻子,也一直不敢再娶,还得拼了命地赚钱,这才摊上这种事。 就在我茫然之际,有人给我介绍了个赚钱的路子。 那人说我长得漂亮,身材也不错,可以到酒吧去陪酒,这赚的钱会比我上班赚的钱要多。 我心动了,我太害怕那些人被逼急了真的会做出伤害我爸的事情来,所以我到学校所在城市里最大的那个夜店里应聘。 听说那里的有钱人多,高兴了给的打赏也多。 也是在这里,我遇到了厄华。 厄华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,财大气粗,在夜店里出手阔绰,我们店里很多女人都想攀上他这个大树。 但我没这样的心思,我只想陪酒,并不想卖身。 可不知怎地,他看上我了。 那晚,我刚进包间的门,他就一直盯着我,示意我坐在他身旁。 他跟过去那些客人不太一样,不会一个劲地猛惯我喝酒,而是一边与我谈话聊天,一边自然而然地举起酒杯,让我与他对饮。 后来他说我醉了,要等我下班送我回去,我拒绝了他。 大概是我跟过去他身边那些女人不太一样吧,他对我就有了种势在必得的感觉,之后每回到店里,都会点我赔酒。 再后来,他从我们店长那得知了我爸的事,又再次主动找我谈。 这回,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,他想包养我,并承诺每月会给我五万还债。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,当时就有点懵了,连话都不知道咋接,他说给我一段时间考虑,考虑清楚了,就给他打电话。 他离开以后,我考虑了整整一夜,我想起了那把架在我爸脖子上的刀,想起了这么多年来, 我爸为我付出的所有。 虽然我爸一直在打工还钱,可这钱实在太少了,想要还清债务,那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日。 第二天夜里,我给鄂华打了电话,说自己愿意当他的情人,但希望他不要公开我的身份。 他答应了,还将我从夜店带到了他公司里任职。 他说我念了这么多书,不应该在那种地方讨生活,也是在他公司里,我才得知,他在养着我的同时,还养着公司里另一个长相妖艳的女同事。 那个女同事叫冯梅,性格张扬跋扈,曾大张旗鼓地,在凌晨十二点给鄂华的妻子刘芝打电话,讲述自己和鄂华的床室细节,骂刘芝年老色衰,满足不了鄂华,在公司里头更是常常以自己是鄂华情人的身份来欺压新人。 而他之所以敢这么嚣张,无非是因为他是鄂华在认识间最长的一位情人,恃宠而骄罢了。 虽然鄂华答应不公开我的身份,可女人都是敏感的,我的存在还是被刘芝和冯梅得知了。 刘芝给我打了电话,威逼我离开鄂华,否则就将我当人小三的事公之于众。 这番话,他应该对很多女人都说过,换来的也应该都是些挑衅的话,而我并没有取代他的念头。 相反,我对他充满了愧疚。 所以,接到他的来电时,我紧张又羞愧,只是一个劲地道歉,表明自己会离开鄂华,只是希望他再给我点时间。 他可能是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态度,就愣了下,虽然反应过来后还是会骂我是小狐狸精,但也没再骂得太难听了。 冯梅则是想要拉拢我,他希望我能跟他联合起来对付刘芝,但我不愿意,他怕我会转头跟刘芝联合起来对付他。 且看我并没有什么威胁,就没对我怎样。 跟冯梅的张扬不同,我从不敢在公司里与饿华走在一块,哪怕他走到我面前,我也是一副下属该有的样子。 在公司里头,我只跟他谈公事,哪怕是私底下,他到了我那里,我也会在完事后催促他回去陪刘芝过夜。 我虽然想劝他回归家庭,但又觉得自己并没有这个资格,只能委婉地说自己习惯一个人睡,身旁有别人就睡不着。 我也不知道他心没信,但他此后的确没在我这里过过夜。 不仅如此,我还常常跟他说起我的事,我跟他说没妈的孩子真的很惨。 我想他是能听得懂我话里的意思,毕竟他和刘芝遇有一个儿子。 虽然他总是笑而不语,但每回都会抱抱我,我想他是听进去了的。 我做这些,不为别的,只是为了能减轻自己对刘芝的伤害。 我给鄂华当情人的第二年,刘芝因为郁郁寡欢病到,被送到了医院。 冯梅得知这个消息后,主动找上我,他希望我能跟他联合起来,一起到医院去气气刘芝。 从他的言谈中,我听得出来,他是想要气死刘芝好上位,但我觉得这样不好,就劝他不要这样做。 我说刘芝再不济也是鄂华的妻子,我们当情人的,本就上不了台面,还是别去人家面前晃悠了。 可他非但没听,还说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,气呼呼地走了。 他走了以后,我才按照他方才所透露的刘芝所在医院的地址打车过去。 在医院楼下,我买了一个水果栏,还戴上墨镜口罩才上去刘芝的病房楼层。 我没想到的是,冯梅静也来了。 我站在病房门口,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,却听到了冯梅对刘芝说的恶心话。 冯梅说刘芝的身材臃肿,不像是个女人,还说刘芝这样的女人就该给她让位,只有她这般貌美的女人才配得上鄂华的身份。 冯梅还故意说鄂华让她为自己生个孩子,这当然是编造的,因为鄂华曾说过,除了刘芝,不会让任何女人生下她的孩子。 可刘芝信了,还气得在病房里乱砸东西,大声喊着让她滚出去。 最后,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,这才推门而进,帮着刘芝指责逢梅。 我说她自己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,怎么还能这么不要脸的到人家原配面前蹦打,就像只耍杂技的猴子一样,也不觉得羞耻。 可平梅却怒了,她误以为我被地理跟刘芝联合起来对付她,就掉转枪头向我开套,说我自己也干着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坏事,现在却还来装圣母,办好人,真不要脸。 她的话刺到了我心里,我只能反驳说自己跟她是不一样的。 她笑了,笑我跟她一样都是睡着别人的男人,花着别人男人的钱,有啥不一样的。 我顿时像只败下阵来的攻击,低下头来,不再吭声。 她说得对,我哪怕表现得再好,哪怕我在克制自己,可我跟她也还是没有什么两样。 大概是觉得吵赢了我,心里舒服多了,冯梅最后拍她屁股就走,只留下我和刘芝两个人尴尬的面面相对。 刘芝让我坐下来,她说她调查过我的背景,也知道我给厄华当情人的苦衷,但她还是希望我能早日离开厄华。 我说好,随后将果兰放下转身离开了。 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接到过刘芝的电话,只是偶尔从冯梅那里听闻到一些她的事,得知她并已出院,也就松了口气。 我给厄华当了三年情人,这期间,她给我买了不少名贵包包和首饰,这些物品全都被我转头拿去二手平台上卖掉还钱。 这些钱,我全都交给了我爸拿去还债。 她虽然从未过问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,可我从她欲言又止的举动中,还是能猜到,她也许早就知道了我做小三的事。 因为我每回回家,她总会给我做一大桌子好菜,还在外面同时打了四五份苦活。 她大概是想靠自己的劳动来还清债务,这样我就不用再出卖自己的身体。 在2015年年末,我终于离开了厄华,也从她公司辞职,跳槽到了另一家福利条件不错的企业。 我搬离厄华给我租的房子那天,她没来送我,我给她打了电话,说以后不要见面了,谢谢她三年来的照顾。 她说了,嗯,我也终于有勇气对她提,我说刘志廷可怜的,希望她对她好点。 她还是说,嗯,我就把电话挂了,随后将她的联系方式从联系人中删除掉。 我知道,她不会对我有所留恋,我们不过是彼此的一个过客。 后来,我也有给刘志发过一条短信,我说对不起,我已经离开厄华了。 但刘志并没有回复我。 这些年来,我一直孤身一人,在外面漂泊,也遇到过一个很不错的男人。 她向我告了白,我却还是拒绝了她,她实在是太优秀了,像是一块蒲玉,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去而玷污了她。 直到现在,我还是经常会想起刘志在病床上那张充满了怨恨的脸,也总是在梦中惊醒。 我知道我不值得被原谅,虽然我是被迫无奈去当了小三,可这终究是破坏了别人的家庭,良心永远过不去这个坎。 或许我会一直孤独下去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